想要创造财富,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寻找契机。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薪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调团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平,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大来国际投资的总经理丁兆宇哥,来到我们的现场,宇哥好。 飞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来国际投资总经理丁兆宇。 来我们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今天台北股市最低来到17,042点,最高我们看到在17,154点。 不过我们看到今天在盘面上,AI股可说是全面大爆发。 不过这样的一个缺点就是压抑到其他族群的表现。 如果你是散当打鸟的好朋友们,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了。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操作老师。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可以说人工智慧日。 是的。 AI相关的股票呢,大多数都是大涨。 即便是今天上市柜上涨跟下跌的加速加起来, 大概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盘面上面我们看到就是AI相关的股票呢, 就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上涨的一个名额啦。 包含像是伺服器,包含像是散热, 机壳,甚至到了PCB,以及电源供应,甚至高速运算。 这一些都是属于AI相关族群的股票呢, 其实今天大概都是上涨的。 但另外一块呢,它压抑到像生计,观光, 像这个饭店,云品啊,这些股票, 今天都休息很明显。 军工,重店,前一阵子的好热的游戏, 今天全部都休息。 那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说, 现在台北股市其实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在掌握轮动。 一开始肺瓶就点出了现在投资人的重点, 就是如果你是散弹打鸟, 今天呢开枪打麻犬, 明天开枪这个打鸽子, 那么你赚不到钱, 一定赚不到钱, 因为你把资金, 除了把资金分散之外, 那往往你有可能是追高当天的强势股, 然后呢隔天的弱势。 所以这个地方要大家要注意, 好。 我跟大家讲, 第三季的行情很大, 但是千万不要再像第二季, 或甚至今年上半年, 这样子跟着题材, 每个今天题材强就去买什么, 买了之后呢, 这个追高就卡在那里, 好。 千万不要这样子,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面上的焦点, 焦点股已经是不在台积电, 不在联发科, 不在鸿海了, 甚至于不在航运股, 这两天我看大家都在讲航运股了, 航运股我已经跟大家解过了, 这个我们就不再讲了, 我记得我跟各位讲, 70块钱的长荣, 人家在这个除息之前, 160块钱以下进场的大股东, 坦白来讲, 他在100块钱除息之后, 100块钱已经是大赚了, 100块钱以上都是大赚了, 对, 没错。 所以不要再蹭这个热度了, 不要再蹭这个热度了, 盘面上的重点, AI的部分, 来我们看, 这个伺服器, 我们刚刚讲到AI, AI它的总力很多, 对。 我们先从伺服器来谈起, 伺服器, 伺服器, 我给它定义叫伺服器, 伺均子, 有四档股票, 伪创, 今天涨停板, 创新高嘛, 广达, 今天创新高, 技嘉, 今天涨停板, 创新高, 是。 金像店, 一样创新高, 有没有, 这些原来的主流休息之后, 譬如说像技嘉, 它拉到月线附近, 钱真的跌很深, 今天一根长红, 一个涨停板, 又创新高了, 是的。 那你如果跳来跳去, 其实坦白来讲, 你就算你锁定这四档股票当中, 任何一档股票, 其实你今天都是赚钱的, 你过去这一个礼拜, 过去这一个月, 甚至过去这上半年, 你买进的这些股票, 你全部都赚钱, 是。 对不对? 对。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送分题, 对。 我告诉大家, 偏偏送分题, 很多人做成了问答题, 对。 偏偏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就大家搞到这个资金分散掉了, 那我记得我上礼拜也跟各位讲, 我说你伪创买不下去了, 广达买不下去了, 技嘉拉回你不敢买, 我当时讲, 我说这个现在股票很多人说, 涨不敢买, 跌更不敢买, 那只抱着手中套劳股票, 我说这样子, 这个是你要怎么赚钱, 对啊, 没错, 对不对? 那我当时就讲, 我说你可以看着伪创, 看着广达, 看着技嘉, 你去做, 做什么? 我讲营业达,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营业达? 有, 营业达今天涨停板, 哇, 营业达今天涨停板, 创新高耶, 所以这个股票其实我跟大家讲, 你接下来你就锁定在伺服器, 应该这样讲AI的部分, AI部分, 因为, 我先跟大家郑重报告, 好, 为什么今天AI这么强? 因为AMD超维的女王苏之锋要放台, 哦, 要来了, 这个苏之锋的旋风啊, 人还没到, 旋风已经先很少台北股市了, 他这一扫, 把其他的个股的光芒, 其他族群的光芒, 通通都扫掉了, 所以未来, 这个AMD的概念股, 对, 就要发动了, 好, 那所以呢, 今天第一个重点了, AMD概念股, 要中压, 好, 要中压, 好, 来, 那音乐达涨停板了, 很开心, 其实, 我不仅跟听众朋友报告, 我们的客户, 今天也是轻轻松松的, 就赚一个涨停板, 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 这个基本上来讲, 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嘛, 所以你锁定了这些股票之后, 你就买一档, 你像我, 我也直接跟各位讲, 对不对, 我没有买广达, 对, 我没有买金箱店, 对不对, 伟创, 你说你叫我去追, 我也不想追, 是不是, 那我看着这些股票呢, 我做音乐达, 音乐达今天涨停板, 是, 恭喜大家, 这四档股票, 五档股票, 我就选一档音乐达, 对不对, 你说, 老师, 伟创创新高涨停, 技嘉创新高涨停, 那怎么样, 你能锁定吗, 你能中压吗, 我说我能中压, 我就中压音乐达, 音乐达今天一样涨停板, 创新高, 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 跟大家去做分享, 这个一定要中压, 好, 那再来, 好, 饥渴, 之前大家一直在讲, 秦城, 银帮, 对不对, 这个还什么, 富华, 伟训, 我是不是直接跟各位讲, 你锁定一档跟广达, 有合作关系密切的, 我说陈铭店, 有没有, 我讲了多久了, 陈铭店结果呢, 今天涨停, 昨天涨停, 前天还是涨停, 三天三支涨停板, 那当然涨停板到这个地方, 我也告诉大家, 真的不要再追了, 真的不要再追了, 那, 饥渴的部分, 今天也是强势亮眼的一个重心, 那再来, 我们要把眼光看到什么, 看到了高阶测试的部分, OK, 好, 那高阶测试的部分来讲, 我最近也跟大家讲, 我说六二二三的旺系, 这档是老朋友, 早在, 这个, 黄先生要来台湾之前, 我就跟大家报告, 这档隐藏版的回答概念股, 我说高阶测试嘛, 那, 昨天创新高, 那今天稍微整理一下, 换到什么, 换到昨天跟各位讲, 宜特, 记不记得, 3289宜特, 我昨天跟他讲宜特, 宜特今天也创新高, 对不对, 来, 因为, 有没有, 我昨天跟各位讲, 800多块钱, 很多人可能觉得, 800多块钱买不下去, 所以我就笑一笑跟大家讲, 买不下去, 那股价一样涨, 那大家转个念, 转个念, 什么转个念, 你800块股票跟80块股票, 你80块股票买10张, 是不是等于800块买一张, 对, 你80块股票你可不可以买10张, 可以, 一定可以嘛, 那为什么80块股票可以买10张, 800块股票不敢买呢, 这个就是人性嘛, 所以你一定要去秉除这个人性, 我昨天跟各位讲, 我说尹威800块钱, 我今天都告诉我的客户, 在盘中的时候, 我说尹威这个地方, 他就是要往900块上去走了, 讲完没有多久, 直接拉到920几块钱, 我说我840块买进的, 到今天, 到今天最高来到, 这个我们看尹威, 这个今天最高来到928块钱, 928, 928, 我轻轻松松大算88块, 是, 88块时间, 没有多久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只要能够, 最主要的是, 你资金不能够分散掉, 对, 否则你分散掉之后, 我跟各位讲, 你当然不敢买这种高价股嘛, 那我就今天节目重点, 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今天一定要邀大家一起来重压, 而不是说, 今天AI强, 我跟你讲AI, 那明天AI休息之后, 又转到什么军工观光内需, 重电游戏回来, 我又给你点火, 又给你探权, 搞了个半天, 对不对, 我们在玩这个大风吹, 结果吹了一轮之后, 等到苏之风, 旋风针了来台湾之后, 结果正主没有赚到, 股票, 这个Humbrang当然买了一大堆, 当然不行嘛, 所以, 你看高阶测试的影威, 我说客户带着重压这一档, 因为800块钱的股票嘛, 所以我们就是重压, 你其他股票都不要, 就重压这档, 就两天, 轻轻松松就80几块钱了, 恭喜大家, 就大赚80几块钱了, 那至于还有什么方向呢, 有, 当然还有, 我先透露一下, 电源供应相关的股票, 电源供应, 对,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半段再跟大家详细介绍, 好, 所以就听我们老师所说的这个, 电源供应相关的好股票, 要怎么样跟着老师进场来留意, 进场来布局呢,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接下来我们的专家, 标股之南团人专家, 丁赵宇哥带大家进场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天天都有掌停板, 不是梦, 而且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印证, 听众朋友们, 近期, 今天有时, 今天是AI全面大爆发, 就拿AI伺服器呢, 老师有帮大家准备了这个怎样, 整理了四君子, 包含了伪创, 包含了广达, 包含了技嘉, 包含了金箱店, 但是老师说, 这些股票都涨上去了, 老师只带大家进场来布局的一档, 就是我们的音业大, 今天又是创新高啊, 最后天我们, 每一个族群当中呢, 老师都会帮大家呢, 找到隐藏类型的好股票, 而且带大家赚涨停, 而且呢, 是赚不停, 最后天我们, 到底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跟紧老师的脚步, 在第三季, 老师说了, 第三季行情非常非常的好, 你一定不要缺席, 你一定要跟着老师, 他们的货门进场布局, 而且进场来赚钱哦, 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把老师的讯息24小时带在身边, 怎么样把老师LINE8的讯息带在身边呢, 加入老师LINE8啦,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NE搜寻部分输入小老鼠133arygs, 小老鼠133arygs, 赶快加入, 就现在, LINE8的主持人, 废平, 问你邀请到我们的专家丁教宇哥来到我们的现场,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跟着老师进场来重压一档行股票呢, 希望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带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老师会跟大家分享, 还有哪些族群跳舞我们不要错过, 今天节目最后的广告也记得播通我们的专线了好听的歌曲, 来自于Jenna Jackson的第四章专辑好听的歌, Miss You Much, 马上回来。 欢迎订阅时, I don't wait too long It makes my body high So let me tell you baby I tell you mama I tell you friends I tell anyone who's I can't comprehend Send it in a letter Baby tell you on the phone 其实伺服器 AI伺服器 它脱离不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散热 因为高功率高速 所以那个散热最近很红 那机壳的部分 当然机壳这个地方也都涨上来了 我也跟各位讲 你们就锁定这个当时 这个3013的成名店 说这个部分是跟广达 业务往来最密切的 密切相关的 你看3300是涨停板 还是要去反映它的基本面 没错 那电源供应这个部分就更厉害了 一定要电 而且那个电压 事实上来讲 可能也跟一般的不一样 没错 那你看台达电 这一波 这个涨了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 康书 康书呢 他昨天公布要收购了APP 国外一家公司的一个电源管理部门 今天直接股价就往上就往上就反映就跳高上去了 可是你看上去之后 留了小小上影线 对 这就告诉大家 其实股票有的时候 大家都比你早知道 一定有人比你早知道 那所以你一定要卡位是领先布局 而且你这样子你才能重压 光宝科也是一样 2301的光宝科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讲很久了 他也是拉回到月线这个地方 今天就是一根往上跳高 今天也是创新高 所以光宝科在今天 你看到月线这个地方 然后连续五天 今天再创新高 一样不要追啊 我一直跟各位讲 这些股票 他到100块钱上下 他会震荡 那你看他是不是回到90几块钱 然后一往上涨 蹦蹦蹦 就不是一根掌听板 我常常跟各位开玩笑讲 不是一根掌听板 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对不对 那100涨到今天最高121了 但是不要追啊 不要追哦 好 反倒是印太我也跟各位讲 他积极充入了充电的事业 你看印太 我们上个礼拜 跟大家做报告 我说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 结果这个礼拜 对不对 是不是昨天 是 9点钟就直接掌听板说 对不对 今天再创新高 所以像这种股票 我讲说 我们操盘是亲自带的 你可以提早进去买 而且这种低价的 你买个50张100张 其实都很轻松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 现在只怕资金分散 分散了你可能 每档股票你可能买个五张十张 你就不敢买了 可是你资金集中 你买个100 100万的资金下去 你看我们讲印太 23就有印太 20几块钱的股票 那20几块钱股票 你买100张 假设你用融资的部分去的话 4成的话 对不对 那其实事实上 要适合得8 你在100万之内资金 你可以去买了100张 对 那你100张领先去买 而且轻轻松松的买到低档区 结果涨停板 今天再创新高 对 其实坦白来讲 每个人都可以去赚大钱的 对 只是你的资金能不能够集中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资金一定要集中 好 那我在这里也告诉大家 我说 这个部分 有些好的公司 我要带大家进场去重压 对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 真的不要乱做 好 因为乱做你只会散弹打鸟 对 然后你每天听的族群都不一样 这从AI开始到生计观光 转了一圈回来 真是 那我讲 很简单 电源供应部分来讲 我这边有一档股票 好 低价的 你要跟我中压 而且我希望 不要说买个五张 三张就算了 好 我希望你是真的有心要赚钱 好 那你资金在100万以内的 其实做一档股票就可以 好 我跟大家良心的建议 你资金100万 你做一档 200万你做两档 可以 你有多少做多少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去发散 所以我诚挚跟各位讲 你真的想要赚钱 你一档 100万资金以内的 来做一档股票 我这边就有一档 低价的电源供应 这是第三季的黑马股 好 第三季的黑马股 那另外 还有一个族群 也是要重压的 好 那这个部分网通族群 网通 网通今天涨跌互见 合情控 这个 智义 智邦 这些不管是高价 中价 低价的股票 今天其实今天出现 有的涨有的跌 对 可是网通 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觉得 是可以留意的 好 举个例来讲 我们之前跟各位讲 219个重期 有没有 有 我们当时27块跟各位讲 今天债工涨停 买38块7毛5 已经大喷4成3了 短短几天 123 4 5天的时间 5天 短短5天的时间 喷了4成3 哇 43% 那 重期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我锁定一档股票 来 2419个重期 来 每股净值15.09 大家记下这个数字 好 那去年赚1.5元 对 今年第一季赚0.09元 可是我锁定这一档股票呢 它跟重期比价 它去年EPS是4.25元 是 我们刚刚讲重期是1.5 那这档股票呢 是4.25 OK 是重期的 接近三倍 两倍多 1.5的三倍就是4.5 对 它赚4.25元 那这档股票呢 本益比只有11倍 好 只有11倍的一个中低价的 网通股票 好 同样的邀请大家 你前面没有赚到钱的 一档网通低价 我也不要说你买个三张五张的 你跟着我 一档股票 你用100万的资金去做 好 当然你可以自己做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自己不要乱做 好 跟着我做 嗯 好不好 100万的资金 你打电话进来 我带你做这一档 网通族群 跟重期比价的 重期 今天在工涨停 本益比25.92倍 对 我讲的这档股票 EPS是重期的接近三倍 三倍 本益比只有11倍出头 嗯 嗯 100万的资金 重压这一档 好 那另外 电源供应器 绝对是最夯的 嗯 绝对是最夯的 我这边还有一档 也是中低价位股票 一样 我带你来 我会做 只做一档 所以你100万的资金 打电话进来报名 我们做一档 一档是重压 电源供应相关的 好 一档是重压 网通的 全部都是 中低价位的股票 人人都买得起 但是我要大家一次重压 我们一次把它赚个够 好 来 天文们跟着老师 一起进场来布局 而且呢 天文们老师说 要重压一档好股票 只要你资金 在100万左右的好朋友们 欢迎天文们打电话进来报名 你想要进场来布局 包含我们的 网通类型的股票呢 还是我们电源供应器 相关类型的好股票 都是中低价位哦 行动不如忙行动 赶快拨通我们的捐线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打电话进来 也再谢谢我们的宇哥 这次来到节目当中了 谢谢各位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停板 财经关键晚报 标股智囊团 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 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 标股智囊团的专家 丁教宇哥 今天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第三季的行情相当相当的好 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而且老师说了 如果你有100万资金的话 打电话进来 跟着老师进场来重压 今天你可以选择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我们的网通类型的好股票 这档好股票 是中低价位的好股票 跟我们的重期这档股票 有比较相应的好股票 老师帮您挑选到 除此之外 您可以挑选 电源供应的相关类型的股票 这是一档第三季的 大黑马的股票 也是低价类型的股票 欢迎听我们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大蓝图电话号码 打电话进来 您有100万资金的好朋友们 可以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我们的网通类型的股票 或者是我们的 电源供应相关类型的股票 欢迎听我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好股二选一 023659333 023659333 这是大蓝图电话号码 跟着老师进场来重压一档好股票 带您转波段好行情了 023659333 0223659333 大蓝图电话进来 就现在